最大的问题就是之前说的那个伦理界的问题 就是是否对这样的数字人格赋予人权 到底要不要保护他们 就认为比如说我这个数字人格 郝景芳认为他和郝景芳一样 享有所有的同样的权利 我们法律也保护他呢 还是认为他就是一段程序 完全没有权利 如果认为他有权利的话 那可能造成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这个法律保护 要延伸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新的领域 因为这个数字人格 他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进行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也像我们真人一样 那我们未来中国保护的国民就不是14亿 可能是这个好几十亿 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数字人格 但另外一个角度 他如果没有人权 他如果不赋予所有的法律权益的话 那么他在网上 他在数字世界里进行的一些操作 如果最后有了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该找谁 那么谁来为此负责任 还是说数字人格 他们所有数字人格做的事情 都不负法律责任 然后或者是原来的这个主体 来负法律责任 这种情况下呢 整个的他们的存在 作为一种介于人和这个计算机世界之间的一种存在 他会给我们的整个伦理世界 法律界的这个监管都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也会对于我们的观念世界有很大的挑战 那从实际的角度就是 如果真有这样的数字人格存在 我们要给他赋予多大的权限呢 多大的权利呢 他们会不会这个自行发展损害我们的生活呢 还是说他们更多的 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格发展去做呢 那这些都是一些为 目前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吧